大家好,我们继续来进行简报的科学与制作 第二部分,简报党制作 上回我们提过了简单明聊,第一个原则 那现在我们继续来提下一个 掌握目光 因为简报本来就是一个沟通的过程 你想要发挥影响力 所以对于听众既然是面对面在沟通了 你要能掌握到他们的目光 接下来才能够掌握到他们的心 才能够把你想要传达的东西传达到他们的心里面 那我们再拿上次的这张投影片来当做范例 上回我说这张已经做得够好了 底图够清楚,字也够清楚了 但是有没有办法把它改得更好一点呢 那我想这张有一个缺点 就是大家想想如果这张打在荧幕上面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就是你自讲者你在讲第一点的时候 可能聪明的听众 像各位就已经开始看到第七点,第八点,第九点了 所以这是身为一个讲者 这是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会希望你讲什么 大家的眼光就跟着你 大家的心才会跟着你 所以很简单的动作就可以改善这个缺点 就是用像PowerPoint 或是Keynote里面的 像资金动画这样的功能 举手治疗非常简单 就类似这样子 我讲一的时候大家只有一秀出来 讲二的时候二才跑出来 所以这样就能够精准的掌握目光 这样不是比刚才那个要好很多吗 那如果刚学这些投影片工具 比方说PowerPoint的人很常会犯一个缺点 所以你想要跟大家展现你多会用PowerPoint的 所以就会做出这种很恐怖的投影片 像这样子 就是用各种的出现的特殊效果 把这个动画跑出来 然后甩尾 然后从旁边四面八方飞出来 各种效果 然后最后像星际大战 所以我劝各位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 你的目的是要传达你的信念 而不是要让大家觉得你很会用PowerPoint 所以我劝大家就是只用一种动画效果 就是出现这样就好了 然后这张投影片我觉得也做得不错 就够清楚 图也够简单 但是如果要用到掌握目光这个原则的话 也很简单 就是你要秀的部分 要讲到那部分才让它出现就好了 像这样子 但会多花一些功夫啦 但是就效果上来说绝对是值得的 所以这样就能够精准的掌握大家的目光 谢谢